大家好批评书 美国的事情那是一天一变化 所以我们要跟 我再说一遍 美国的事情是最应该跟的 所以我一直在跟美国 很多人都已经放弃了美国的抗争 很多人已经放弃了好消息 但是我一直在坚持 某种意义似乎是我的一个行为艺术 但是也的确是我的心里的一个真实的念想 真的美国的变化太多了 多到我有时候看不懂 我也是训练自己的一个过程 我看美国的局面到底会变成什么样 千载难逢的机会 所以我不会放过 这是我之所以几乎所有人都不关心 美国向何处去了 美国的国内的观念的大厮杀 都真的都不关心了 你看到美国的这些个人 最近汽油家不是涨到天上去了吗 因为一帮美国的人在那里哭 一帮大老爷们哭的是鼻子鼻涕 演了一大把的 又开始看到我心里特别心痛 后来我想想你压制不是活该吗 说不定你投票就给了拜登了 是不是 你哭什么的 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是1月6号的事情 完了以后选举的事情 那么明显的拜登曲线 那么明显的半夜叫停 是不是 咱拜登曲线是个授求问题 不要讨论他 就是你这个选举 你为什么要中头叫停呢 你说是不是 你说你咱就设想一下 台湾选举 蔡英文当总统要追求连任 然后他怕自己输 眼看着韩国瑜上来了 他就急了 就下了一道秘密 停 中头叫停 休息两个小时再干 你觉得台湾人会会罢手吗 会把蔡英文给吃了都 是不是 你说就这么一件事情 美国人就不应该放弃 结果好像没事 笑一笑过去了 还有人说 我听听听 我也有几个美国朋友 有没有聊天吗 他们讲 我们身边的人都觉得 这次就算了 就让他们去吧 下次再来 是不是 四年以后再来 我们有选举 我们四年一轮题 还有下次 你开玩笑 以前都是证件的不一样好吗 这次是什么 直接规则的不一样好吗 有人已经偷偷把规则改了 你还有下次吗 还在说他们偷票 偷你尝到甜头了 你说他们会放弃吗 有没有一点你基本的圣经训练呢 有没有一点基本的这个人心论的训练呢 怎么可能呢 是不是 所以有时候我听见这些话我就特别生气 但是有的时候我又发现在美国的情况比我想象的又更复杂 更让我这个不明就里 知道吧 所以我为什么要跟呢 我跟美国的新闻真的不是说我要去给大家打气啊 我没这么大的能力啊 我也没有这么大的念想 我就是训练我自己的判断 判断力 我就看这么一个人类社会最罕见的这么一个事件 我说的是千载难逢啊 他到底会走到哪一步 然后我的判断力到底是跟不跟得上 我是这么一个想法 还有就是我我读了那么多的年的圣经呢 我就看我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人 你比如我经常会讲一个话题啊 就讲说 你说耶稣被钉十字架了 是不是 当年就是他用五饼二鱼 这个围保了那五千人 就是那个在在在在在台下 喊杀死他杀死他那些个人 就是一波人 你知道吧 你说这耶稣这个信心念的培养了十二个门徒 一个门徒把他给卖了 是吧 还有十二门徒看见耶稣被钉死了 立马就回去该干嘛干嘛去了 跑了 是不是坐了受散 是吧 树倒是吧 活存散 这是中国人最熟悉的话 是不是 真的就是大难临头 是不是 鸽子飞 是不是 这可不就是这样子吗 是不是 所以这个时候你发现 还是三个可怜巴巴的 啥也不是的 三个女人 在耶稣的坟墓面前哭哭啼啼 一哭就三天三夜 不走 你设想一下 你设想一下 一个人都被钉死了 每个人其实都害怕死亡的 而且有鬼的传说 你晚上坐这个耶稣的墓前 你哭你害怕吗 你当然害怕 何况的话 当时还有鸣铃把手 你在哭什么呢 你要自寻心自事 把你给抓起来 是不是 他各种各样的害怕 为什么这三个女人都不怕呢 因为他就一点嘛 我们的主说过了 他会回来的 三天也会复活的 我们相信这一点 所以我们就等呗 其实它是一种等待 所以你在这么一个大的 这么一个格局里面 你是哪一种人 我是哪一种人 我不说你们 我说我是哪一种人 我是那三个哭哭啼啼的女人 我有时候觉得我挺像的 我希望我是那三个哭哭啼啼 继续等待的女人 真的 我希望不要是树岛 胡孙散 完了以后 大难临徒 各自飞的十二门徒 我当然更不希望自己是犹大 我也不希望自己是那个喊 高举拳头喊 杀死耶稣的那些个 用无秒而已为保的 那些个可怜巴巴的老百姓 我都不希望 但是问题是我真的有能力 有信心 有毅力 有坚韧 做到像这三个啥也不是的 这个妇女吗 而且好像还是几个妓女吧 是吧 挺有意思的 真的 我是在训练我自己 在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 大变局的时代 我到底是一个什么货子 你看今天我就看到有些个事情 这也是真的是好消息 昨天就讲过一些 还有人看的 有人关注的 所以我很感动的 因为大家都不怎么关心这个事情 我有时候搞一些好消息 好消息 结果看的时候 很多有人留言说 看你好消息三个字 我就点击的看一下 平时我都不看苏老师在那里扯闲片的 我其实挺感动的 真的 挺感动的 你看今天的消息 说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昨天不是说了吗 说这个亨特拜登的事是真的 拍到了图片 拍到了视频 现在各种视频都看得到 说这一壶 估计老拜登躲不过去 你再怎么在国外制造事 老百姓好像不放弃 这些大卡车司机还在这个华盛顿DC呢 今天又继续往前推进啊 说这个那些美的美翻天的那些大卡车 现在就在距离白宫的隔一条街的距离 因为你去发现美国人其实也可以啊 比我强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比你们强啊 反正比我强 哎呦哎 然后这个纽约时报这个报道完了以后 今天又搞了一个报道 这会就更更那个什么 更给力啊 而且不仅仅是这个 直接骂这个拜登呢 骂他儿子怎么的怎么的啊 直接就说啊 纽约时报冒号 你看到没有啊 我们为使拜登当选而撒谎 就他直接就承认我们撒谎了 就直接承认自己臭不要脸了 你看到没有那头版头条啊 放的就是老拜登和这个他的儿子的这个帅呆来的照片啊 那由于说句啊 拜登年轻的时候那真是叫帅 典型的这个白人那种英俊啊 他儿子两个儿子都挺帅的 这小儿子也挺帅的 哎呦哎 真是的 这个节奏转的有点我不适应你知道吗 真的不适应 这个纽约时报想干嘛 是不是 为什么这会突然说承认自己撒谎呢 我们啊 啊你大家一定去看看啊 就是今天的报纸 我们为使拜登当选而撒谎 就承认自己撒谎呗 就承认整个2020年的选举是一个是一场骗局呗 那你要知道纽约时报再说一遍是美国的人民日报 当然人家是私隐的报纸 有很多种说法 说为什么这个纽约时报突然有个大转弯呢 而且你要发现就这种文章 在网上也能随便转载 推特啊 脸书啊 都不封杀 真的一夜之间有些有些情况好像变了 变得我都有点不适应 出啥事了 不懂啊 所以我又赶紧找了几个找了几个据说这个上之天文下之定义的人有聊天什么的 他们说什么呢 说现在这个生存政府啊 感觉到把拜登的事情搞定了 知道吧 搞定了以后呢 说已经是成功的把川普赶走了嘛 这个事就过去了 如果再这么搞下去的话 美国的人心尽势不行了 再说拜登他作为一个棋子 他的使命 他的责任 他的目的啊 他的效用已经达到了 现在拜登已经不再是深层政府不再是民主党的一个那个什么 一个资产 不再是一个良心的资产而是个负资产 就说你拜登在这里搞的话 你时间拖的越长 对他们民主党的这种打击越大 最后所有人都都被拜登捆绑起来 然后所有人都要进监狱 知道吧 所以有人说了嘛 我昨天还做了个梦 梦见说这个辛拉尼两口子被给抓了啊 就是因为这个川普选举的事情搞窃听嘛 这个事情都已经出现了 但是没事 知道吧 因为现在大家就是什么呢 已经不再关注克林顿和辛拉尼两口子了嘛 主要是关注拜登 拜登是总统嘛 是不是 就是说现在就想把一盆这个 伤水全部拨在拜登身上 就是你就是你难啊 你看你儿子搞的事情啊 你看他这个纽约时报也是啊 我们为是拜登当选而撒谎 什么意思呢 他放的是拜登和他儿子的照片 他并没有放这个辛拉尼和这个什么 克林的两口子怎么样去窃听 没搞这个事情 那就是就是通过道德审判呗 就这个意思呗 是不是就是你你们家儿子养就这么一条货 是不是 然后当时我们已经拿到电脑门是吧 已经拿到这个东西 但是我们所有人都觉得这是普普 普京干的 我们都都都集体起来把这个这个事实把它掩盖过去了 那川普说过的呀 川普对着那些急着说的 是不是说说这个拜登是个犯罪家族 是不是啊 你们这些人做媒体的人不报道这个事情 所以你们也是一群犯罪分子好运吧 是不是就意思就是说你们等着吧有报应来到的啊 所以他还是把这个事情的锁定在这个拜登的儿子的身上 说这是个丑闻是不是 你有这么大丑闻的人你在选举的时候就爆出来了 你就不应该当选就为什么后来会当选呢 就是因为他把这个是媒体 所有的主播的媒体 所有的大科技公司 互联网平台把这个事就遮过去了 很多人不知道 你现在这么一登春的所有人都知道了 就成功的把这个所有的脏水都泼到拜登身上去了 这个分析的我觉得是非常的有道理的 为什么呢 还有一件事情 说现在中国这个美国的机油价高的已经 已经让人哭嘛 你想想是不是 加州都11块多的好像是是不是 很多其他的州也是七八块钱 那高的不行了 说这个拜登这么感觉自己也不行 前一段时间说跟伊朗跟韦娜瑞娜 跟沙特下跪 说也多给我买点油什么的 结果人家不搭理你你知道吗 完了以后这会儿也出来一招数啊 说要什么呢 说给老百姓发油票 燃油票 就说每个人还发四百块钱吧 好像是结果遭到众议院的否决 然后呢老百姓也笑话 这种套路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 就是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 那一种政府的共济制嘛 所以我们以前像我这个年纪就知道的啊 你去买块布需要布票 你买包糖需要糖票 你买一个肉需要肉票 你有钱都买不到是不是 你买个粮食你需要粮票是不是 就那个年代太就是短缺时代啊 太太熟悉的一些个细节 说明这个美国如果这样玩下去的话 那就是共产主义吧 那就是社会主义吧 那问题是民主党他们是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自由民主啊是不是 要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啊 他不愿意背上一个什么社会主义的黑锅的呀 所以为什么民主党里面 就是桑德斯他们这一波社会主义的脑势上不来 哎有些人他也不也不喜欢社会主义 虽然他的心里可能需要 他的嘴巴不这么说 因为他也不正确了 知道吧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你你发现没有 他们你中医院居然上来 第一件事情就把这个 拜登白宫的那个燃油票的这个计划给拍死了 你不觉得这个情况有点复杂吗 有点复杂复杂到什么地方呢 就是纽约时报继续攻击拜登家族 完了以后众议院以南希波罗西为首的 也给拍死了这个拍死了这个 这个拜登的燃油票的计划 你要之前前一段时间 南希波罗西怎么说的 哎呀说我这个拜登总统做的太好了 一切都踩到了点上 哎呦我呀真是的 像当时看来我像特别想上去抽他一嘴啊 这个这个这个老太太真的是 哎呀我反正最近我心里挺挺憋 挺别扭的啊有些事情我道理都懂的 但是当我看到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 跟我妈一个年纪比我妈还年长年长几岁的人 就人无耻到这个样子 我觉得人活着好没意思啊 我特别担心我自己年纪大了以后还是这么臭不要念 那人活着干嘛呢 有什么意思呢 人都要死的呀 如果不死就无所谓了 是不是啊 我就在这个世界上臭不要念的活着 你能耐我何呢 中国人有一天我死的呀 死了以后 这就没意思呢 你说是不是 咱也不说什么呢 人人必有一次死又必有审判 我估计南希波罗西也不相信这句话 但是那就没意思了嘛 你你把所有的臭不要人的事情都表演殆尽 完了以后你结果还是该子该该挂的挂该该嗝的嗝 你何苦呢 是不是加油吧啊 美国的这个真正爱美国的人真的是 美国的情况比我们想象的复杂 任何时候不要绝望 当然任何时候呢 也不要对这个世界抱有太多的期望 真的这个世界不值得留念 谢谢大家